腔腔三人行 今天不但有王老爷子给我们坐镇 我们今天王柏老师还给我们隆重举荐一位女领导 从此我们今天还有了女领导 徐坤大作家 不敢的 各位领导好 我们王领导给介绍你 简直是说的你天花乱坠 说是在马德里 在西班牙发表一个女权的演讲 全欧洲都震动 这您家的词 这肯定是您家的 关于女权 而且还说您是对中国的网络 简直是达到门清 这绝对 他玩网络能玩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你让他在哪儿做 你是不是微博 微信的什么都聚全 什么都玩 玩得比较早 那我就说 王领导今天找你来是有特殊用意的 你看又是女权 又是网络 所以今天咱们可以聊一个挺敏感的事 最近我跟你说 我有一些官员的朋友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攀附权贵 这个网络现在吓得都哆嗦了 因为形势有点诡异 一方面 似乎是这段时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有点放宽 还是什么 就你没见吗 现在这个网络上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举报一个官员 那人民群众 这个是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你看湛江的那个市政府的副秘书长 说二奶 当然咱们说过 咱们不同意这种对女性歧视的称呼 不应该叫二奶 但是叫什么呢 你们作家还没发明一个不歧视的词 对 是吧 就是他的另一个 情人 情人还生了孩子 有了家 那情人没说不许生孩子 行 王老师够开放了 这不当部长以后都放开了 也用传统的称呼了 对 这比较经典 就是说 哪怕是个邻居看见你了 夸其手机就拍下来了 拍下来在网上就 他有另一个家 这按照党计 崩登就先给免了 对吧 或者是审查 然后这个戴块表 穿个鞋 这任何一个东西 你这个人民群众都可以把你拍下来 这你在网上见的多了吧 表书防甩 没错 这个现在为什么我说有点诡异 就是一方面 每天都有这个官员 因为这个被停职审查 是吧 因为现在这个领导上也很重视 网上只要一出事 庞西肯定继委就调查 一调查十有八九跑不了 对吧 所以但是另一方面 你注意到这几天没有 就是国家级的中央级的媒体 包括人民日报啊 还是什么 又都在发文章 在就说啊 网络这个事啊 也得立法 或者说网络这个环境啊 也不能这个谣言满天飞 这也是侵犯私人权利的这么一个地方 您说这话呀 我想起什么呀 就是当年这个德国的政治家呀 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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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当总理当的时间最长的了 他曾经啊 对中国的一个官员说 他说你啊 选择了政治这一行啊 就等于被养在鱼缸里头了 要不你别搞政治 是不是 那你要是想不跟任何人接触的 这非常容易的 那么老百姓呢 就是要盯着你这个政治家的 这个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 所以说 因为这个事就特别紧张 我就不明白 那就是你说您亏计性推多呀 有那么多有那么多坏事 非得那么害怕人 我上次跟一个什么领导 一个官员员吃饭 他就讲 他说我研究啊 从这个清朝的时候开始啊 他就说清朝的时候 有个官员写的这个话 他说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座有名 就说 从当上官的第一天起 你就是戴罪之身 他说这就是我现在每天的感觉 因为好像有点什么呢 就说 你不知道哪会出事 那是 你知道曾经有一个 这个叫刘继鹏的一个经济学家 那天来 来呢 他因为半路上给警察说了一道 就说你为什么没扎这个 安全带 没扎安全带 他当时就很有感慨 他跟警察说 那旁边人都没扎安全带 你怎么就逮我呀 那警察说 对了 我就一天就逮一个人 就把你逮了 所以他有个什么感慨啊 他说在咱们这个社会里 有个什么现象啊 违法普遍 你要是较真的话 就比如说 扎安全带 按说这没扎安全带的都算犯法的话 那事实上你已经很普遍 于是就变成了 逮谁就是谁 我就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我总结过 我觉得网络上啊 这起了很好的作用 起码他有多了一个让他给他晒太阳的机会 对 人家有一个说法 罪恶止于阳光 我给你一晒太阳 很多罪恶就给他压住了 起码他紧张了 他害怕了 对 这是好的一面 但是呢 我不知道徐坤你有没有这感觉 就网络上他有一种仇官 仇富 仇明人的这种感觉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李双江的儿子 这个李双江也不算什么大官 当然他也是有少将的头衔 那已经很大的官了 少将 也是歌唱家 对 这个 他有时候啊 他网络上形成一种什么结果 就是一面倒 这下子 这一千个帖子 一万个帖子 十万个帖子 没有讨论的余地 不可能在网络上进行讨论 你一张嘴怎么跟一万张嘴说 是是是 你说有没有这个问题 还是您更多的是 从正面来看那网络 您说这我能理解 他确实有这问题 但是他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他背后的原因 是为什么大家都盯着官员 是吧 盯着名人 盯着这些富丧 说因为他们 占有的社会支援太多了 对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更应该成为一个表率 各方面是以身作折的 应该接受这公众的监督 但是就是我们平常的 日常的这种渠道 监督的渠道 它是不太畅通的 也不是透明的 所以现在突然有了网络 就是媒体 对 你看那网民 他就会贴一帖子 就直接就说 就直接写一封信 致那个纪委书记 王生山书记 然后哗下边就举报 谁谁谁 他觉得他可以直接通天一步 能达到 达到顶层的 这有趣的现象 所以王老师说这个女权 还挺有意思 他还有一观察角度 很好玩 王老师算是特别尊重女性的那种 相当尊敬 是吧 这个咱们女权主义分子 要说话 可以做鉴定 他说 你看中国现在 至少前一段说的这种现象 竟是这个情人 就咱们的这个反腐 也被人称为情妇反腐 或者说什么 小三反腐 这个东西 跟男女平等有关系吗 王老师您说 不是 我就说这样 因为我看到前一段 好多都是女性这边 婚外的情人 女性这边揭露 一揭露 马上这个人弄得 简直就是抬不起头来了 就是女性她是弱者 她怎么样捍卫自己的权利 就是你 你不是跟我这样的关系 已经很久了 你对我不负责任 把我逼急了 我就把这些全揪出去 咱们玩一个鱼死网破 这是女性这边 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另一面 您如果看CCTV12 社会语法 就昨天还播了一个 就是当这个女性威胁这个男性 或者是女性跟这男性要很多钱 这男性说 你没完没了 就是为了跟我要钱 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干脆把这个女性杀了 这个CCTV12广播 不是广播了 就是播送这样的案例 也不止一件了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男女关系 应该是本来一个比较单纯的 比较自然的关系 当然他有法律 道德的很多约束 这咱们不细研究他 但是你总男女关系不应该发展为男的一级 叫杀女性 女的一级 我就给你亮手机拍的黄镜头 你这个要是 中国的 当然是一部分 中国的一部分男女的情爱 哪怕是婚外的 或者所谓不正当的情爱 发展到这一步 也让人太叹息了 这叫什么情爱 这还不如 不如牲口呢 所以还说 这整个就是一个男权社会 整个的权力 话语权 还有这个生杀大权 全都掌握在这个男人的手里 是吧 这徐坤老师 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都是大问题 一个是监督的问题 一个是男权的问题 但是我要说一句 因为他先表扬我半天 告诉我是女权主义者 我要说一句 对我国的姐妹们 可能比挑她们毛病的话 就是说咱们 有些女性有这种心理 对我有利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你的性骚扰 性侵犯 对我不利的时候 我这抓住你的辫子了 到时候这个要是 兜出来了以后呢 你负主要责任 没有人认为 我负主要责任 甚至于我们要设想一下 有没有这种可能 比如说一个女性 她很有心计 她想办法把你引到这钩上来 钩上来以后 然后就把你掌握在手心里去了 你给我今天办这个 明天办那个 这种事有没有可能 您说 那按照我们这小说家的逻辑 那是相当可能的 相当可能 是吧 对 它还比较符合这个 人性的一个逻辑 是 但可能具体的 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 它不一样 情况都不一样 但像王老师说的 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 肯定是大量在存在的 是吧 否则你觉得 如果单凭我们过去 这种传统的经典的爱情 说我崇拜年 或者像张杰当年写的 爱是不能忘记的 多么经典的小说 你看他爱上一个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一个人物吧 然后爱到那种程度就连手都没有拉过 那真是让人山人泪下的 特别感动人的 就是真正的我们是吧 推崇的爱情应该是那个样子 现在没有了 不可能 现在副部长不太喜欢这样 不拉手 喜欢这样的部长已经退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全新法治节目 欢迎收看社会正能量 真诚探讨 他们是真正用心在做事情 理性渐言 需要我们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到来了 邀您一起 雇注当代公共话语空间 迷行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开始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黄 年份软江 五井贡酒 沉静与山水之间 相守三千年 玉温泉文化 诗安临统 国家旅游休闲 杜江区 您说哈 就是 要是西方 咱说那种英美国家 对 怎么少这种事 就是说 女方啊 作为一种弱者 他呀 他还有一个观点 这个 很多 我到很多西方国家呀 他们都讲这个 比如中国因为他男权社会太久了 所以把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呀 看成男方占女方的便宜 女方受男方的蹂躏 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现在这个逻辑也还是这样 也还在 就是被蹂躏的人揭露了这个 这个占便宜的人 占便宜的人 我便宜占不上了 我被威胁了 我就干脆甚至消灭你 那就不只是蹂躏了 变成了谋杀了 是这样子 西方呢 他有一个观点 认为这个男女的关系 包括性的关系呢 这是平等的事 你也是对他怎么样 反正你对他怎么样 就是他对你怎么样 对 是不是啊 你占了便宜 就是他占了便宜 否则因为这个 除非是强迫了 或者是干什么了 你 如果说你蹂躏了他 他也是他蹂躏了你 对 所以他这种 像咱们这样的 就是由情妇出来 接贪官的事呢 就比较少 当然也可能人家反摊上 还有些其他的渠道 或者制度更严格一点 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我想 是吧 他整个的 他那官员的 那种监督的体系 官员财产公布制 所有的东西 都是非常透明的 所以你女的想通过 当情妇占点便宜 很难的 再有就是他西方的女性 他新闻也比较干嘛 一有情妇 尤其是政治人物 对 啪一下子 暴露上都登出来了 对对 监督机制是非常好的 对立刻就下台的 再有他西方女性 他也是他那个自立的 程度 是吧 那种 比中国的还是 还叫还有先进 比方说像 还记得萨克齐吧 他前妻 是不是 你看 知道他要当总统了 那就不尿你 我该离婚还是离婚 对 这挺棒 这真棒 我不当了第一夫人 很令人佩服 那第一夫人给我管什么事 是不是 对 一般人做不出来吧 这种 你就觉得挺令人佩服的 叫咱中国就叫高风亮节了 可是实际上对人家来说 只是个个性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是什么 这本来是私人的事情 对 或者说呢 他也没觉得这玩意儿 能捞到什么 除了虚荣心之外的便宜 这个刚才还说了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咱们顾不上谈了 就是在这个网络社会 在信息社会 你个人呢 确实纯粹私生活的一点事 你想保留这一方净土 太难了 真的 是不是啊 你这个西方这个矛盾也很大 戴安娜怎么死的 对 狗仔队 或者他反过来 是他另一面的问题 他不是说限制你 不允许你报道 而是能一堆狗仔队 让你活不下去 他最后把你活活的逼死 那个德国那个博尔的那个 被损害了名誉的卡特林纳布鲁姆 也是写这样 他自个儿一个私人的爱情的事 他是一个保姆 是一个家的保姆 就被这个记者包围的 也就活不了 最后逼得这个保姆 买了一个手枪 把这记者 我放枪了 他写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这个新闻自由 要是发展到那一步 也很可怕 没错 你看那个就是那个英国倒闭的那个小报 那个报 世界新闻报 他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就是最开头的时候 他这个偷拍 窃听这种手段也用 但是呢 他就是名人 弄名人 那个时候老百姓觉得无所谓 名人就是跟这样狗仔队一样 拍你就拍你了 就应该了 是吧 但是就没想到 还真的就是 你不为他说话 他这个手段会发展 最后发展下去 他开始窃听平民 比如说在一起案件当中受害的那个受害人 他窃听他的电话 然后最后一发展到成千上万的 这种平民的电话和邮件都被他窃听 就最最最最后导致100多年历史 这个报纸就倒就倒闭 这东西 我你知道我 我我现在还觉得 我还听说一个 就是南方人物周刊 最近发一篇文章 讲一个人 大家伙就说 现在咱不能说中国的大部分公务员 大概是 但是也有这么一部分 他说有这个公务员 让他去办公室 去家里 去车里 他几个月 拆出100多个窃听器 就是说 我看了这个文章 对我看了 对这样的文章 他这篇文章讲的实际现象 就是说 至少有少数公务员之间 搞窃听 积累你的这个黑材料 你说这个 这个很可怕 这很可怕 我是不懂 但是现在说 谁要是安坏心 想窃听 想盗窃别人的信息 据说是相当容易 太容易了 如果他掌握一定的手段 一定的资源 那更容易了 不光是网络 像那个信息 那个手机 我们的智能手机 那整个也是都是联网的吧 就所有的信息 你的通讯录 你的来往的这个短信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那个全都可以 就如说被窃取了 还有 对 就是那个 卖手机的地方 他也掌握你的信息 卖房子地方 更掌握你的信息 很多事 比如说妇产医院 他也掌握一部分信息 如果这些信息 您都拿来卖钱的话 那太可怕了 你想想 没有安全感 生存在这个世界 是 作家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就是 想当年 就是 就没有狗仔队什么 那时候 你看看这个作家 有时候写出 你比如张贤亮 或什么之类的 他写一个小说出来 他甚至是 自己写自己的隐私 大爆自己的隐私 唯恐说的不够 对 对吧 但是这个 就是文学 那时候也有文学 有活课是吧 对 到后来被别人 要是给偷拍了 这就是侵害 侵害隐私 这也挺有意思 他是这样 他自己写的时候 他会有选择的 是吧 来修士 各种修辞 他不想知道 他不会告诉你 别人抓的那些 可能是他不愿意 告诉别人的 作家他这是一个矛盾 因为咱们说起来 说是应该保护 别人的私密 对 但是作家呢 有时候他确实很想知道别人的私密 对对对 是不是 就看他什么目的了 他不是用来啊 用这个私密本身来卖钱 而是他通过这些私密以后呢 他来了解人生 了解人性 但是你看 到我们今天啊 当我们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时候 有的时候反倒啊 很多当年这个作家 他跟女人如何如何 他这些隐私啊 都是研究他的作品 很重要的资料 但是呢 你也不知道是人是假的 所以要了解王老师的隐私 还是看他那些书 看完那些书 你更不知道是真正假的了 恋爱的记者 广告之后见 早上七点整 序量境内冲突持续升级 冒充的工业指数上涨九十点一分 我是荣佐尔 YouRadio 给你正能量 凤凰全新电台 凤凰YouRadio YouRadio.iPhone.com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 盖名加多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过吉祥年 喝加多宝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那你要这么说 还有一种 可能也有男女 什么的偏见 就说这个女作家 咱们一般听说 就说女作家 是一种比较可怕的动物 你看 这感觉 这什么意思 不是 就是说 是不是刚刚看了一个 女博士日记 对 不就是你们这作家圈流传 就交女朋友 可不敢交女作家 不敢 不敢交会写字的 对 不敢交会写字的 说哪天给你写出来 但是为什么 同样的话不说男作家呢 男作家不太爱写这个 女作家爱写这个吗 那不见得 男作家也有 每个 和性别关系不太大 这男作家 专喜欢写私密事情的 当然也有 不是没有 我不是 关键是对啊 男作家写完了之后 他那个 然后被他写的女作家 他没有发言权啊 所以他就没法变魔 就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这个女的 他会写这儿的 这个他写了十几万字的 这个东西 一出来之后 就会被 没了 就流传甚广 一个流传甚广 再一个就打压掉了 就没有了 还有这问题 这个 我这脑子又乱想 我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抬杠 就是说有一些个 偏于弱者的女性啊 真急了 把这些东西都写一写啊 因为他没有别的招了 对 这个 要在过去 要在旧社会的话 那大家都谴责女性 认为你是这是祸水 对 是不是 你是妖孽 是不是 需要的话 需要处置她 需要把她活埋了 你现在来说吧 这女性 她 当然这个 我不是好办法 她还可以给你 弄一个鱼丝网坡 她把什么丑事 都给你揭露出来 我觉得对有些男人来说 也不冤 她欠这一手 这挺好 我同意她写 关键是写的好一点 比如说像简爱 你要是现在 用一个比较颠覆的 这个说法 来解释她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 小山写的嘛 是不是 然后看中了这个 罗切斯特 然后后来发现 原来老婆还没死 疯了 在阁楼上 是吧 然后一气之下 就出走了 这简爱 穷姑娘 是吧 要生贵的 后来一听说 那个后来老婆 疯老婆把家里房子点了 庄园别墅都没了 这个罗切斯特 在这里瞎了 然后一想 现在我们是平等 哇又回来了 是吧 简爱是世界名书 世界名书啊 简爱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录